上集说到 顾母打电话给顾金月出头 顾思 他可是你亲侄子 你可不能不管他 我现在不就是在管 顾母噎了噎 他说的管就是挑拨他们全家关系 栽赃嫁祸他父母 行了 你们自己考虑清楚 顾母被挂了电话 气得不行 气归气 顾思说的话 他还是放在了心上 中午 顾金月被大队不喊过去接电话 金月 你小叔说的什么偷肉贼 什么偷包裹 什么大笑话 到底怎么回事 顾金月脸色瞬间照顾 他小叔居然跟他妈倒撞 小叔在公社 又不是在大队 里面都是误会 也不是我做的 这是跟你没关系 你管这么多干什么 顾金月拿好意思承认 你是我儿子 这是怎么就跟我没关系 你要想提早回来 就别在乡下放魂 争取成为积极分子 我和你爸才方便 把你运作回来 顾金月这次没有反驳 他也不想一直在乡下待下去 顾母也算是明白了 要是没这些事 儿子绝对不会说是误会 而是直接不承认 他深吸了一口气 把黑波顶在了头上 你之前说的没错 是我逼童话下乡当知青的 你以后不要再去找童话的麻烦了 万一真的被弄到农场改造 哪怕是短时间 留在了档案上 也不利于以后他们把他弄回城 顾金月昨儿还抱着一线希望 今天就是眼前一黑 他妈真的给他挖了一个大坑 你和童话的事过去就过去了 你都被你爸送到乡下来了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我不会接受童话再嫁进顾家来 还有孔逆雪 你和他就更不可能 你很快就能回城 别在乡下给我搞个什么儿媳妇出来 顾母的一番慈母嘱咐 顾金月却听不进去 直接挂了电话 顾母脸色铁青 连他也挂他电话 他哪是养儿子 简直就是养祖宗 气着气着顾母想起来一件事 他还没告诉顾金月棉袄里藏了钱的事 他怕汇款多了 顾父说他慈母多败 顾思也会拿之前的约定说是 下午 大队里发过冬的储备菜 按照公分去领 白菜萝卜和南瓜 城队长家里光白菜就拖回去了500斤 其他的也领了不少 顾金月排队领白菜的时候 看到童话领完离开 态度前所未有的好 童话 我帮你背回去 用不着 顾金月却不听 非要帮他把白菜挑回去 顾金月 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顾金月神色苦涩 他只是想帮帮他 城卫国被自家小妹推了过来帮忙 看到似乎是找麻烦的男之亲 上前几步步在了童话跟前 小童之亲 需要帮忙吗 城卫国是城队长家的老二 之前在部队参军 前几天退伍转业回来 童话见他还带着板车 惊喜道 麻烦城二哥帮我送一趟 城卫国回来后 一直在办转业的事 顾金月还没见过他 现在童话竟然叫他城二哥 童话连他亲哥都叫童老二 他怎么叫这个男人城二哥 城卫国看了看顾金月 挑眉看着童话 别管他 我跟他不熟 顾金月闻言 胸中有一团酸碎突然炸开 童话 他是谁 我是城卫国 你是城队长家 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儿子 但他岂不是住得和童话很近 顾金月心里又酸了 我和童话 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 这儿不用你帮忙 我来帮童话就行了 城卫国从自家小妹的口中 听说过童话和顾金月的事 不过他回来后也没见过顾金月 你是顾知青 顾金月脸色一变 他现在的名声可不好 对方知道他 肯定是知道了他那些名声 或许还知道了他和童话以前的关系 我是城卫国 小童知青住在我家 我帮他送回去更方便 城卫国相信 他要把童话留给顾知青 他妹妹回去会给他一棒吹 说完 城卫国也不管顾金月的态度 开始帮童话 把分道的白菜搬到板车上去 顾金月也想插过去帮忙 刚挤进去 就被童话一把扯了出去 滚蛋 童春树在不远处海 顾哥 你干嘛呢 马上要发萝卜了 我们得先把白菜送回去 顾金月只能回到那边去 顾哥哥 你刚刚是不是去找童话了 顾金月心里泛酸 不想说话 也没理他 孔蜜雪咬着嘴唇 我看童话用的不是板车吗 与其我们一次次搬回去 不如跟他借个板车用一用 童春树眼睛一亮 我去借 他们几个人的白菜萝卜等东西 加起来可不少 要是用板车推回去就方便多了 他也是问别人借的 要是借不到就算了 别吵起来 童春树话没听完就跑了出去 童话把白菜送了回去 和城卫国兄妹俩一起去排队领白萝卜 童话 板车给我用用 童春树看到一旁的板车 二话没说就上手去拿 童话也同样二话没说 直接打了过去 童话 你干什么 童春树恼怒的 你在干什么 我们白菜都还没预回去 找你拿板车用用 童话呵呵冷笑 不借 童春树瞪大了眼睛 一副他怎么这么小气的样子 我就借个板车用用 用完就还给你 不借 你不要闹了 我借一下就还你 最多一刻钟 程小语笑容更幸灾乐祸 想借板车 怎么不打听一下板车是谁的 童春树知道板车肯定不是童话 但只要童话答应 他跟程家人关系那么好 程家人能不答应 童话 你就说你借不借吧 你没听懂吗 板车不是我的 是我的 我也不借 你说给我用 他还能不答应 我为什么要给你用 他为什么要答应借给你用 你算哪根大葱 哪颗大半色 童春树觉得童话也太不可领域了 亲兄弟姐妹 他一点情分都不讲 他们挨他打的时候 不管腾成什么样 也没真正还过手 他怎么能这么无情 你借不借 童春树气恼问程小语 他和童话关系那么好 他可是童话的亲笔 他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不借 童春树气得昏了头 你为什么不借 你不是童话的朋友吗 你不是口口声声喊童话姐姐吗 他可是我亲姐 童话气笑了 动起来在童春树的头上 狠狠地敲了上去 程小语见状笑不可知 我凭什么借给你 凭你推我一根头 凭你打过我 陈卫国脸色变了 你打我妹妹 童春树脸色一白 陈卫国又结实又能打 他可不是他对手 谁打他了 好难不跟你懂 童春树丢下话 直接一溜烟跑了 他真的打你了 他是打我了 不过童姐姐给我报仇了 我可没吃亏 想到童春树那次 被踢得疼得死去活来 笑得直不起腰来 陈卫国心里 对童话的印象又好了几个 另一边 童春树垂头丧气地回去 他不但没借到板车 还挨着童话的打 真是倒霉 他不肯借 这点小事也不愿意吗 童春警打断了童春树要说的话 小雪留在这儿看着 王叔叔什么时候联系童话 等童话听到王叔叔要他照顾他时 会有什么反应